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驴丈夫 说呀 在光绪十一年 通州大谷村呢 有个叫吴燕丽的女孩 她呢 自从父亲死后 就跟后妈一起过了 父亲呢 活着的时候还好 可父亲没有了 后妈呀 就现出了原形 想了发呀 得虐待她 让她干活 让她呢 做饭 让她洗碗 干不好呢 就不给她饭吃 还得挨板子 而后妈呢 最厉害的一招 就是啊 往大腿里子上掐 这个地方啊 掐痛了 掐坏了 也没法试人 等到啊 吴燕丽十六岁的时候 后妈呀 才渐渐 把气焰削减了 因为啊 吴燕丽长大了 她的个子啊 都赶上后妈高了 后妈呢 打不动了 于是 后妈就想给 吴燕丽找个泼架 她收了人家 聘礼 可吴燕丽啊 就是不干 没有办法 后妈呀 只好把聘礼 给退了回去 后妈说呀 跟吴燕丽 折腾不起了 自己呀 就嫁人走了 留下吴燕丽 一个人在家 剩下一个人呢 都让吴燕丽 感觉到不怎么孤单 倒感觉到了 非常自由 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 这样她呀 感觉非常快乐 这天呢 她上山去采摩 在回来的时候啊 看见一棵树上 拴着一头小猫瘤 猫瘤很小 也就啊 比家狗大不多少 好像啊 被刷了很久 树周围的草啊 都被她吃光了 她在呀 啃树皮 而且呀 瘦得已经能看到泪骨了 身上很脏 有灰土 有草木 小猫瘤啊 含着泪水 着实啊 可怜 吴燕丽想啊 这是谁家这么粗心呢 把猫瘤酸到这里 就不管了 这样下去 猫瘤不得饿死吗 想到这里呀 吴燕丽就把呀 酸猫瘤的绳子解开了 让她自由行走 可吴燕丽往家走 小猫瘤啊 就在后面跟着走 她到了家里 小猫瘤就跟她回家了 于是吴燕丽便给小猫瘤弄了些吃的 小猫瘤吃好喝好后 高兴的直叫 从此后啊 小猫瘤就跟了吴燕丽 和她呀 形容不理 原来呀 她住在外边 后来呀 就搬到了屋里住 她已经成为了 吴燕丽的宠物驴了 没事的时候啊 吴燕丽就跟着小猫瘤说说话 每当啊 吴燕丽说话的时候 猫瘤啊 都非常认真地听 有时候啊 还点头 和摇头 好像啊 她能听懂似的 渐渐的 小猫瘤也长大了不少 这天吴燕丽和猫瘤 在山坡上下来的时候 迎面呢 碰了两个吴燕 到进前后啊 吴燕丽用轻调不堪的话 来挑逗吴燕丽 吴燕丽啊 见也惹不起 就想啊 快速走过去 可当吴燕丽啊 却得寸进尺 竟然呢 动机手了 吴燕丽大惊 大声呼救 可四周没有人呢 这个时候啊 只见小猫瘤 突然呢 跑了起来 一头啊 把七东的一个 撞进了水沟 然后 飞起一脚啊 把另一个 也踹到了水沟里 之后啊 便跟着 吴燕丽 跑回了家 从这之后啊 吴燕丽 更加喜欢 这个小猫瘤的 这天晚饭呢 吴燕丽做了 卤肉米饭 吃饭的时候 看小猫瘤啊 在流口水 吴燕丽啊 就用勺子 给小猫瘤啊 快乐发 没想到啊 小猫瘤吃得非常香 而且啊 高兴的 又蹦又跳 又叫 那就看出像小孩一样 晚上的时候啊 吴燕丽睡醒后 发现呢 床头站着一个 英俊的美男子 这男子啊 太帅了 浓眉大眼 身材啊 高调 吴燕丽啊 又惊又喜 惊讶的是啊 这男人 怎么进到自己屋来的 明明是挂着门酸的 喜的是啊 这正是自己 想要找的男人模样 于是 吴燕丽就问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男子说 我 我是小猫瘤 我一直啊 都在你屋里 你的身体啊 我已经看过好多次 一般而言呢 女孩要被看了身体 那就得要嫁给对方的 所以啊 我要跟你说 你啊 必须得嫁给我 你愿意吗 这个美男子 竟然是小猫女儿 吴燕丽啊 惊呆了 的确啊 自己啊 还在小猫瘤跟前 裸体过 可自己啊 完全不知道 他有一双啊 人的眼睛 这可呀 真是羞死了 面对啊 猫瘤的请求 本来啊 他还要考虑一下 可鬼使身材的 点头答应 意思啊 自己同意嫁给他 于是 吴燕丽 和小猫瘤啊 就睡在了一起 由此 吴燕丽啊 也算把自己 给嫁出去了 虽然呢 没有婚礼 可已经啊 洞房了 通过了解才知道 小猫瘤叫 李金德 是一个 大家的公子 因为呀 他要和后娘的 弟弟分家产 所以呀 被后娘找人 下了诅咒 就这样啊 他就变成了 猫瘤 那天呢 如果不是吴燕丽 救下他 那他呀 就会在那里 自生自灭 被吴燕丽啊 救下后 吴燕丽啊 一直给他草料吃 所以呀 他就没有办法 恢复啊 引刑 直到啊 那天晚上 吴燕丽啊 给他吃了米饭 让他呀 有机会 恢复了引刑 并且呀 和吴燕丽 成为了夫妻 说到后娘啊 吴燕丽 身有同感 自己呀 也受后娘的破案 于是啊 吴燕丽 对小猫瘤更加体贴 更加爱护 可令人遗憾的是啊 李金德 只有在晚上 能献出阴神 白天呢 还是猫瘤 吴燕丽啊 就问李金德 为什么会这样 李金德呀 想了一下说 他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 这个魔咒啊 会在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失效 他算了一下 说呀 很快就要恢复人生了 听到这个消息呀 吴燕丽高兴得不得了 说呀 这天早晨 家里呀 来了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呀 已经很老了 腰弯的呀 都要够到斜面 头发呀 花白 看到吴燕丽之后说 孩子 你脸色呀 充满了喜色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要来了 吴燕丽呀 问老婆婆 你怎么知道啊 老婆婆说 我活得快到一百岁了 啥事能忙过我呀 这样吧 为了让你呀 喜上加喜 我给你一个东西 这个呀 黄色的龙套 你在猫柳睡觉的时候 掏在呀 他的头上 他就会呀 永远变成银了 说着 把黄绳编织的龙套 给了吴燕丽 然后啊 转身走了 第二天呢 那个老婆婆又来了 可这回呀 腰也不弯了 头发也不白了 眼里呀 充满了邪恶 进到吴燕丽的屋里 便说 姑娘 昨晚呢 是不是 套了那个龙套 哈哈哈哈 告诉你吧 只要你套上啊 那个龙套 你丈夫啊 就永远呢 是猫瘤了 永远 吴燕丽呀 也笑了起来 说 老婆子 我怎么能随便 相信一个外人的话呢 我呢 不但没有套 而且呀 把这龙套 给烧了 说着呀 把那些黄龙套 扔到了造坑的火里 老婆婆呀 一脸猙獰 样子啊 丑陋极了 急忙啊 仓皇的逃走了 就这样 小猫瘤啊 变成了李金德 看到呀 老婆子的背影说 她呀 就是我的后帽 因为呀 白天 变回了李金德 也就说明啊 李金德的魔咒 已经被破绝了 吴燕丽叫 相公 你的魔咒 已经破绝了 吴燕丽呀 和李金德 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吴燕丽呀 高兴的叫道 相公啊 你的魔咒 已经破绝了 李金德呀 点点头 过来呀 李金德呀 将吴燕丽 紧紧的抱在了怀里 之后啊 他们一起回到了 李金德的家 分得了 李金德 应该得到的财产 从此之后 他们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欢迎你 关注点赞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